乌菲斯美术馆 每个月有一天是免费开放的 我们要在艺术的海洋里面洗个澡 为了占这个便宜 我今天就来了一趟菲斯 我们来到就是楼上的话 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雕塑 这个建筑本身是美帝奇家族原来的一个办公室 后来捐出来了 成为了一个博物馆 当然这里面的藏品也都是这个家族收藏的 所以你看人家办公室这个地点 就在佛罗勒萨市中心 就风景实在是太好了 那这一层的雕塑 这个你是必须要来看的 因为这是拉奥孔父子的雕塑 就是很有名的 你在梵蒂冈博物馆也能看到一个一样的 如果说现在你去罗马 去梵蒂冈没有买上票 所以莱乌菲斯同样的东西 这一幅块必须得打卡 因为这是梁娜多达芬奇的 基本上有名的艺术家 他会有一个房间去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这个作品就不用说了吧 维纳斯的诞生 这是波提切丽的作品 那这个房间里也都是他的一些画作 我也忍不住在春这里打了一个卡 这个明显就是卡拉瓦桥嘛 他的这个酒神 但是呢他是在一楼 所以来到他的这个房间 你就可以去打卡他的作品了 这个美菩萨的这个头 拍下来做平板也挺不错的 这个画不就是我朋友小叶的头像吗 就有一些展厅啊 就是有些人体艺术的这个画 还是挺好看的 因为都是艺术的 大家要懂得欣赏 大家看这个呢 他画的也是维纳斯 我手动打了一个马 其实这个乌菲奇美术馆 它的藏品是非常丰富的 如果说你没有来这个美术馆打卡的话 其实你的佛罗伦萨吃铝是不太完整的 这个不是POA代价 因为这个确实是值得一来的 就是可能唯一有一些缺陷的就是 哎呀如果说有一个中文导游带着 可能就会更好一点 因为一些作品 就是第一次来的时候 你可能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 而且就是也不知道 就是怎么的有针对性的去看这些作品 不过没关系 就是看到就是赚到 我们在来意大利之前 可以先做一些功课 特别是关于这个美帝奇家组 以及这个美术馆的一些功课可以先做一下 这样就会让你的整个意大利之鱼变得非常的充实 建议你来这儿 至少说有空调 你可以稍微凉快点 因为现在七八月份 国伦萨真的是太热了 好吧 今天这个分享就到这儿 希望大家在国伦萨玩的以外 我是带领 吱吱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